字幕提供 嗨!我是伊爸 我們剛從岡山回來 那這次呢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逛街 不過我們還是買好買買 我出發前的時候全部的行李大概是20公斤 結果最後呢我買到了 差不多40、41、42出頭 那現在呢我們就開始 來看看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好第一包呢就大概是我的隨身行李後背包 這一包主要增加的呢 是因為我買了一台新的相機 我想要更新一下我們的器材 那這個呢是Sony去年出的ZV-E10 它就是專門為Vlog出的 那這邊的話我是只買相機的本體 然後再換一顆你自己選的鏡頭 所以這一顆買這樣走 組合買起來大概是三萬一台幣 大概便宜兩三千塊 這邊有使用到的優惠就是免稅 然後再加B camera的優惠 然後店員就有特別提供說 它只有日語 然後我就用一些破日文就跟他說 我現在在學日文 然後他就說好好好 店員就很貼心的就是在開始問說 欸那有沒有要螢幕保護貼啊 還是其他配備等等的 那他就幫我選的那個螢幕保護貼 好像是搭構就有折扣 我就沒有 欸 啊不對耶 這樣算錯 那這樣其實便宜很多耶 因為其實我除了螢幕保護貼之外 我還多買了一顆電池 所以就等於是如果你在日本買的話 就便宜兩千 然後再多送一個螢幕保護貼跟電池的概念 大家如果想要去買的話 就要記得有沒有那個語言的問題 當然還有保固的問題 我覺得保固度來說 在哪裡保固可能都差不多 日本應該還是會稍稍麻煩啊 那我們就進入了下一代 我覺得是因為太久沒有出國 所以很多的規則全部忘記了 大家出發前就是要好好看清楚 自己的那個行李是什麼 就是連日本的交通都變了很多 像我們以前拿週遊券的時候 他就是給一個一大張 但現在就是他們都不走人公了 就算你領票他都是在自動販賣機 領取 化位也都是在自動販賣機 就化好 到入站的時候 你就是一字把兩張票投進去 他們會自己分辨 真的超強的 以後改變的超多 像他們的Seven 就是他們店員也不收錢 你就自己投錢 去便利商店也是要自己帶購物袋 那這邊就是提醒大家來一下 好 我們來進入我們下一代 但其實我們原本還有塞一個包包 我還買了一個大包包 所以那時候我是把一個包包塞在這個裡面 包中包的概念 就是我們還買了一個這個 非常巨大的側背包 有非常多的那個多功能 手拿差不多是這樣 對啊 非常大包 它就是也可以放筆電啊 這個包包是 兩萬四千多 就是寒碎 再來就是我們去的超市 那我在超市買了非常多的泡麵 我們先把泡麵拿出來 再來就是這個是大手饅頭 這個它就是鋼山第一名的伴手禮 只要去鋼山都會帶走這個 那它在倉夫美關它其實有一家咖啡廳 那它有跟鋼山很有名的一家咖啡廳合作 甜點是大手饅頭 然後那個咖啡廳他們會出他們家的饅頭 咖啡廳會出他們家的咖啡 這個很好喝 那這個會在我們之後的倉夫美關會有一集 因為我們有去拍他們的店面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們後續的介紹 再來呢就是這個當地府飯 它就是你煮飯的時候可以加進去 它這裡面都是用那個 在戶店裡面的特產 所以我們就買回來這樣 再來呢就是他們另外一個也是 很有名的這個和果子 它是創業明治十四年三邪三月堂 它也是岡山迷霧 還有我買了白桃跟葡桃 白葡桃 我買了 我買了白桃跟白葡桃 這應該是 我在講什麼 我買了 我買了白桃跟葡桃 但是我原本是要買廣榮糖耶 沒有關係 因為我看它這個也看起來是滿厲害的 是這樣講 白桃 這個是白桃口味的 這樣我沒有買到廣榮糖耶 下一次去岡山的話 大家可以去買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鞋 鞋走開 然後呢 喔這個呢就是虎航的金沙水蛋爆米花 非常的鹹蛋 吃一口非常的濃郁 那這次呢我們有拍虎航的餐點 所以到時候也會有辦法介紹 再來呢 喔這一袋 這一袋很不錯喔 倡夫美觀的紀念品 那因為紙貼紙就是倡夫的名物嘛 就買了好幾個紙貼紙 非常的可愛 而且尤其是日本人什麼都喜歡做限定 而且他們限定又做的都超可愛 我買的是倡夫的特色 像是上面有竹筍 牛仔褲 然後葡萄 然後再來呢是聖誕節限定 那我有另外買了一個是 就是它上面是一些日本的花紋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 我被可愛到的西瓜 我純粹就只是覺得這個西瓜很可愛 紙貼紙要去哪買去 稍看我們的倡夫美觀那一群 而另外一個呢就是我買的這個 玉番鹽 這就是賴戶內的名產 燒果子 就覺得哇這個配色很美 那我就買了 理由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它是長這樣 你看它這樣放它這個包裝是不是很好看 那我們來開我們的最重要的喔 26公斤喔 那一箱 所以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一次我的行李箱裡面所有的東西 一堆有的沒的的 戰利品 我們先從那個藥妝來吧 這一次買的藥妝不多 那主要都是幫家人親戚買 大家看到這一袋已經打開了 但我不是在日本開的 這個我是剛下飛機之後 我先去了我姐家一趟 那我先把它的東西又拿走 因為它怕你就是拿去給別人用會轉賣的 那像因為相機這些它不是消耗品 它就不需要被包著 那這個呢就是 剩的就是幫親友買的 然後還有我自己愛用的水晶晶 你看我們再蓋 你看它就是封得很緊 因為它一撕開就是會很明顯 很明顯 你看它就變成這樣 然後還有大陣 那大陣的話它現在就是有出新的 再來呢就是我熱愛的這個護髮 在台灣賣 我記得是500多 然後在日本買好像300多 所以我每次都會去買很多罐 再來就是超便宜的牙刷 補貨補貨 喔對 喔這個就是剛剛松本清的鹽藥水 跟這個黃帝液它出了粉妝 然後下一個是 喔這個是電動牙刷 這一台現在買起來也是很便宜 折扣完只要2900多 好再來呢就是我們的超市系列又來了 日清的豆皮 這個 因為台灣的海鮮日清其實 進貨都超貴的 好像是90還是99 台幣喔 這樣三個日本都要不要 99 好因為剛好它在特價 反正是一杯就是大概30塊吧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迷你版 超可愛 很可愛就是這樣 迷你版 那還有這個咧 好小的迷你版啊 再來就是這個 也是一個超可愛的 豆皮 烏冬 純粹買就是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炸雞粉 團員推薦的 就是裹粉然後用煎的 就很好吃了 好那下一個呢就是這個 日清鹽的泡麵 然後這一個呢是卡勒逼的單包的 減糖麥片 然後我們就買了很多涼糖 好再來就是我自己之前很蠻喜歡吃的這個 Vetamin C 糖果 然後再來就是以前吃過覺得蠻好吃的那個 乾的泡麵 再來這兩個 好這個呢就是卡勒逼它出的無糖的麥片 這個咖哩塊 因為咖哩塊實在太便宜了 那時候說一個多少30來40塊 就是很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麻婆豆腐 就試試看 那之前我們也有買過康寶的 康寶的也很好吃 然後就想說 欸好那我來試試看日本的那種不同 選的原則就是看貨價哪個比較少 我就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買它 再來就是這個昆布也是隨便選 那超市的這一塊呢就是完全的沒有退稅 總共這樣的話是1,600台幣多 好了 下一個 冰箱是比較好的 對 這個呢也是岡山現在很熱門的巧克力 這次買了兩個口味 而且這個做得超漂亮 它裡面它就是整塊的巧克力 送禮也很適合 滿好吃的 而且它這個牛乳就是用蒜山高原上面的牛乳去做的 那這個要去哪裡買呢 詳細的地點請看我們的下一集 那那一家店呢它就是一個選物店 再來就是這個咖啡 它就是岡山這個很有名的咖啡店 那它裡面就是搭配我們剛剛介紹的大手饅頭 大手饅頭呢它的包裝非常的可愛喔 這個打開有沒有哇喔 這個拿去送禮非常的厲害 而且呢它這個是單包裝的 同事的桌上一人放一個 那我們這一次買的就是大盒的喔 因為我今天早上去買的時候呢 只剩下三盒 小盒的要下午2點才會進 這個真的是很熱門 它有沒有很口味 沒有 因為咖啡廳有兩個口味 沒錯 我跟你說那個南瓜是旗艦限定 因為我們在咖啡廳的時候是旗艦限定 所以我們有吃到一個南瓜口味 南瓜口味真的是神好吃 大家不用擔心 畢竟日本是一個很愛限定的 說不定等之後又會有限定 我們剛剛說到的咖啡店 那這個咖啡店呢 它就是在岡山車站也有 然後在倉富美觀也有 那倉富美觀是可以坐在那邊吃的 你去它的咖啡廳 點一杯咖啡它就送你一個這個大手饅頭 你就可以搭配吃 而且它的咖啡有特別為了這個大手饅頭出的 這個上面寫的這個 它就是大手饅頭專用的喔 所以你在它的專賣店裡面 你就會看到它會有賣這種一組set 它是生焙 然後一開始它會比較綜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咖啡 因為平常我很少喝咖啡 但是吃完這個再喝咖啡 咖啡變得超滑順 如果大家有去倉富美觀地區的話 記得去搭配它這個咖啡 它還有其他版的 而且你知道它出了七個圖案 它這個七個圖案呢 是讓你每一天喝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賣的這個玄米茶 但我沒有喝過我只是順手買 因為我覺得它的咖啡很好喝 茶應該也蠻好喝的吧 再來呢就是我們去Olet買了一個樂膏 樂膏的盒子實在太丁肥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拆了 我是覺得樂膏就微便宜 如果你真的有空間的話再買 這個玉手呢非常的漂亮 那在第一次我去阿智神社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對玉手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後來逐漸有開始認真研究之後 才發現神社的每一個玉手都長得不一樣耶 阿智神社呢他們很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紫藤玉手 非常的漂亮喔 它是長這樣 那這一個呢是比較粉 的粉紅色 因為那邊的紫藤花 它的顏色開出來是非常淡 不是像鬼滅那種非常紫的 但他們也有賣就是那種很紫的 他就說之前鬼滅出的時候 玉手被搶翻 再來另外一個 這一個就是秋天限定版 對 所以就買了 它有展示出他們春夏秋冬 就是各個玉手是怎麼樣 這個秋天真的超美的 所以就買了 真的很漂亮耶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阿智神社他們的 安全其實也是滿靈驗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超大安全的玉手 就是在交通安全上 可以好好的守護我們 我們另外一個 吉貝金神社的玉手 首先 它新出的這個 陶太郎的鬼 因為吉貝金神社他們就是 陶太郎故事的原型 他們這一次就出了一系列陶太郎的 再來就是吉貝金非常有名的 他們十二生肖的玉手 那我們這一次就買了 蛇跟金 對 我就順便放閃 這樣 就要讚美日本人 他們另外一個很厲害的點就是 他們可以把大家覺得很可怕的東西 做得很可愛 那你買這個玉手的時候呢 他會附送你這個盒子 就是讓你裝他們很可愛的玉手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神社人員應該要把這個盒子放在外面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盒子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裝 然後默默的呢 他就會想要把這個填滿 這樣的話 玉手的銷售就會更好 這個呢就是 我們紙膠袋的收納盒 那這個呢就是你可以去體驗 用倉膚美觀的漫油票券去做兌換 我們之後的影片真的是有太多的資訊要分享給大家 那這邊我們就不多說 接著重頭戲來了 我們這一次CP值最高 最划算 重量最重 買到要申報日本酒 來了 登登 我們這一次呢去珍平市 去了一個酒窖 那他的酒就是非常的好喝 因為他有開餐廳 我們點了一個set 他裡面有附他們自己釀的酒 喝完了之後覺得好喝 然後就買了 這個酒瓶蓋呢 是他特別送給我們的 就做一個紀念 欸 那就是他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你怎麼把他擺在一起 這個是倉膚美觀裡面的一家 專門在做泰泰米的有名牌子的 那這個是我們去做他的體驗 那一樣請在我們的倉膚美觀那一篇 裡面會有詳細的介紹 好 回到我們的酒 那我買了這個 欸 有啦 我那 就是中間這一罐 來 那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其實是跟我們喝這一罐 他雖然是新口 他只有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味道比較嗆 但之後喝的時候很順 而且很適合喝冰的 買一個set的好處就是 他小小罐的 但是每一種口味都可以喝到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可以去珍平市 這一罐呢 一罐是300ml 所以總共全部加起來就是1.5公升 那超過1公升的話 你就是要去申報 如果你的公升數不多的話 其實那個錢一點點 不然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親朋好友 他願意幫你分 就是讓大家都在1公升以下 你就不用申報了 那再來呢 我還另外買了他們兩罐非常厲害的日本酒 一個呢是他新出的 另外一個呢 我就是純粹看他有得獎 看起來很厲害 我有買了 這兩罐加這個set 你知道賣起來 真的是超便宜 買的時候其實我沒有看金額 因為我就想說 買給媽媽喝的不需要看金額 買就對了 在結帳的時候 我就看這個金額怎麼好像超少 總共是7000多日幣 是日幣喔 超級便宜 就是便宜到一個太驚訝了 剛剛的1700 我們又漏獎了一位 還有加這一個 這個是他的甜酒釀 他們冬天的時候很喜歡喝這個 這個加熱之後就非常的好喝 所以這次這個CP值最高的就是這個酒啦 只要1700 我覺得我好像在叫賣一樣 我去買咖啡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故事耶 這時候我去買這個咖啡的時候 拿單包的時候 我看他一包是230日元 滿便宜的 那我就多拿了幾包 所以我總共拿了大概四包咖啡 然後玄米茶是650 就在結帳的時候 店員就跟我說5000多 我就想說 為什麼 剛剛這次咖啡不採230 怎麼變成5000多 我就想說 我就先付錢 我再去確認 可能我拿到一個是很貴的東西 因為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買東西會這樣 就是你可能突然有一個東西 超貴 整個金額就墊上去 那我就還是先付錢 然後我付完錢了之後 店員就要拿收據給我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看 他就覺得 欸好像哪裡怪怪的 店員就發現 他按錯了 是品項了 所以他就再重新結了一次之後 從5000多日幣變成1000多日幣 我離開的時候我就想說 剛剛那個店員會不會覺得 這個人是不是爆發戶 金額差這麼多 他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就這樣默默的付錢就要走了 那這些呢 就是這一次的購物再立品 那其他更詳細的就是 可能要去哪買啊 或者是一些景點的話 就會之後在我們的影片 第一站就先介紹岡山給大家 因為岡山最近真的是越來越熱門 而且他的觀光做得越來越好 非常推薦大家 雖然說關係機場現在真的是爆炸 因為很多其他地方機場還沒有開 就是很期待未來他們付航 直飛只要2.5個小時喔 我們現在就是都要從大阪進 就是稍稍辛苦一點 不過從大阪進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安排更多的景點 用他們的關係 廣域、週遊券 你就可以帶去其他城市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那就期待我們之後日本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現在的演算法 就是已經把我的頻道消失在大眾之中 畢竟我們很久沒有發片 之後會有很多日本的影片 除了岡山之外 下一站就是東京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這樣囉 掰掰 我覺得這個皮感覺像裝飾 因為它感覺就是給你一坨紅豆 然後外面再一絲一絲 抱著皮給你 而且它紅豆也不像台灣人 就是它很清爽 不會知道超甜 台灣的紅豆也就是超甜 我跟你說這個 它搭的咖啡超好喝 NO 對